国民党桃源市长的参选人拍板 国民党要推出由这个前行政院长张善震来出战 至于罗志强下一步到底要怎么走呢 成了外界关注的焦点 那么张善震也在脸书上指出了 他说罗志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会以三顾茅庐的精神最大的诚意 请求罗志强助他一臂之力 而张善震也表示了 不只是只为我 也是让志强可以为他关心的桃源继续付出 让他有长远发挥的空间 同心协力赢得选战 而对于罗志强是否会加入张善震的团队 有数会透露了 好多位的桃源议员也在帮罗志强 在帮忙 所以现阶段罗志强应该需要 有一点时间来思考下一步 目前国民党真的是抛出了张善震 要来选桃源震惊各界 不过过程很多国民党员认为过程太粗糙了 引起地方的反弹 那么国民党桃源市党团也拒绝党中央的拜访 里长现在更集体退党 国民党立委李德维他认为 如何用诚意化解考验能力 张善震必须智慧先善后 要善政的话就要好好的善后 但其实有些事情要是前面做比后面做 当然来得更好 所以当然我想对于国民党而言 大家都希望国民党在桃源可以得胜 不只在桃源 我想年底的九合一对于国民党就非常重要 所以我想党中央有这个智慧找到 像张善震前院长这么好的一个人选 其实当然也应该要智慧 在事前要有更好的一些规划跟做法 起初诸葛亮都要三顾茅庐了 那更何况是一个想要在桃源打天下的张善震前院长 我觉得要有更多的时间跟耐心 不断的去化解 然后展现出来自己的实力跟诚意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至于地方一开始的反弹 或者不满绝对会有 那如何用自己的能力跟诚意去化解 这就考验每一个人或者这个人 有没有能力来成为一个称职的候选人 甚至于是当选人 假如连这个难关都过不了的话 更不要说后面 我觉得在整个开始作战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先把整个后勤跟整个地方 先协调整合好 那我在想说 大部分的人都觉得张善震这个人选是对的 那我们来想说产品是对的时候呢 那怎么样在整个行销 在整个的后勤相关的一个工作当中 把它做得更完善 这肯定是国民党现在要努力去达成的一个部分 我们在终于摄影棚全天后都是用水神 空间比较大可以使用的是这一组 大概是八坪左右 那么如果说空间比较小 两到三坪左右或在车上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比较迷你的水神 烏滑器在车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来到快点购来买 送水神一举两得 至少 百坪